高雄警方接獲了一起離譜的報案 有男子生氣的跑到警局說 一人黃曉明跟Angela Baby 偷走了他的電動腳踏車 要遠景幫忙尋找 當場遠景聽了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委婉的拒絕了 沒有想到男子竟然氣的投訴 說值班遠景對他吃案 最後督塔組大費周章的調查 認定沒有疏失全案牽結 消息傳開來 讓基層遠景聽了大探 警察還真的是難為 農曆新年一名男子急匆匆走進派出所 沒過多久又走出來 他報案不成還控訴遠景吃案 當時男子報案眼見警方不辦理 他就奮而拿起手機 掃值班台下面的QR Code要投訴 男子氣噗噗 遠景卻相當無奈 因為報警力由讓在場遠景很傻眼 當時一名王姓男子到派出所聲稱 一人黃曉明及他的前妻Angela Baby 偷走自己的電動腳踏車 接著又說自己和Angela Baby 是朋友日前還約過吃飯 值班遠景一聽 認為明顯與事實不符 委婉勸退男子 殊不知引發對方不滿 尋管道抗議 值班來講 這樣提出告訴的話 可以視情結或是案情的輕重 除以刑法的誤告罪或社會秩序違法 事實明顯的不符 沒有對遠景加以處分 儘管事後經過調查受理遠景 最後判定無疏失 但類似事件層出不窮卻也讓原景疲於奔命 甚至還有民眾試圖吃洗衣粉當作毒品來到禁局自首 立即做毒品檢驗之後發現並非毒品 而且該粉末還有散發出香氣 聯繫家屬來派出所帶他回家照顧 人民保姆針對民眾報案每一件都用心處理 卻沒想到衍生出民眾肆意浪費社會資源 這回的控訴吃案也讓人感嘆警方難為 只能勸導民眾非必要誤報警 才不會造成玻璃式大人困擾 今天晚上去遠高雄城堡島